煮好热腾腾的汤 里头有深咖啡色食材 但看来看去 这究竟是什么呢 还有这一道 看起来又黑又焦 搭配姜丝 很难想象吃下肚的口感 而答案揭晓 这两道菜都是鱼肠 不敢 就是会觉得很恶心 不少人听到鱼肠两个字 不知害怕也不敢尝试 日前有网友在小吃店 点了一份煎鱼肠 硬着头皮吃一口 赞叹这是什么神仙食物 浮夸形容如同18岁 第一次牵到女友的手一样 其他人看了回超好吃 可惜越来越少地方卖 但也有人认为很苦 吃两口就腻了 烫的或者煎的 但是我个人会蛮喜欢是煎的 会比较有味道 一看到它外形 都可能会觉得说 不是说很能接受 但是当你吃下去 就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人间美味 同样特别有罕见的食物 还有这个 摊车前 那天大拍长龙 许多人都是为了猪眼球远道而来 阿丁 阿丁 圆圆的猪眼球光看外表 让人怕怕的 但老涛形容 一口咬下又嫩又弹口 口感特殊 而老板卖各种猪杂 吸引客人上门 其中这道猪眼球更成为贪车招牌 记者杨生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 好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Co快点购 扫一下